台灣結交邁入超高齡的社會 而面對老年的人口比例越來越高 如何規劃退休生活 邁向人生第二個矚夢階段呢 但您看到這是一個激勵人心的範例 就是台中的長輩們 他們組棒球隊像年輕人一樣四處來征戰 還組成了全台圍三的電競戰隊 一舉拿下的全國冠軍 在網路上是引發了一陣狂熱討論 全國冠軍拿下第二場的勝利 哇 軍艦打得真的很好喔 完全不看好啊 因為他其實就是一個電腦白痴 鍵盤啦 那個滑鼠跟我真的都不熟 去學回來之後就是一直叫我們 幫他開機啊 弄電腦啊 有的沒有的 活到老學到老啦 可以出去跟人家比賽 我覺得蠻屌的 他要去送炒了 他在他的防禦塔裡面 我想去打他 一大群小男孩團團圍住電腦 而操控電腦鍵盤的 欸 等等 你沒看錯 是我已經頭髮灰白的阿嬤 她叫麗娟媽媽 網路上人稱優咪 我要殺死第二隻了 好厲害喔 這一個優咪可真的不簡單喔 頂著65歲高齡 跟著平均年齡60多歲的夥伴們 組個不老戰隊 南北廝殺 竟然就這麼給他打了個全國冠軍回來 好厲害喔 就是這一刻榮耀與光榮的時刻 在電競賽場上 拋開刻板印象 老年人比賽電競 這次玩真的 讓多少網友忍不住 獻上膝蓋 教練不但教我們之中 然後回來又跟小孩子 兒子孫子一直教我 然後我慢慢就學會了 不老精神傳承 還有這一群 客服慢慢退化中的 體力與反應力 不老棒球 強棒初級打的 不只是運動家精神 策略技術都是專業的 巨人棒球啊 小時候的印象很深啊 台灣將邁入超高齡的社會 這群人這一個年紀 以後會常常出現在你我身邊 以台中市來說 超過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 已經來到14.45% 超過20% 就算超高齡社會 現在其實有很多是 面對借退的族群 就是他可能是55或是60歲以上的 就會開始關注說 那自己的晚年生活 要怎麼去安排 就像他們一樣 退休還是老當益壯 算一算 國人平均餘命81.3歲 距離65歲 邁入老年生活 還有至少16年好活 生活不能不好好揮畫 以前對於電玩這件事情 是非常反對 但自己了解了之後發現 其實他也是有 集中注意力的訓練 他可以隨時補充我 生活空白的那一部分 這個我不曉得我這個反應怎麼 兩隻手的配合怎麼 跟我想像有點落差 還有像這樣的記憶職人 在台中不會被埋沒 透過不老高手計劃 媒合到職場 傳承技術與經驗 照顧老年人口 台中是三年來 社福支出35.1億 是全國預算增幅最高的城市 而長青學院 從800所一路增加到1000所 就是要讓退休的老年人 無事走浪 我就是冠軍的叔叔 在台中的老惠也沒讓人失望 不管是社區營造跳舞競賽 強棒出擊 從實體賽場到虛擬電競戰場 不老精神在不同領域徹底發揮 真的很厲害 很厲害